有民众投诉到连锁早餐店买猪排蛋吐司 都快要吃完了才发现 在底部竟然出现霉菌明显发霉了 而更让他担心的是 当时家中孩子也有咬下好几口 让他气到到店家反应 同时也向卫生局检举 早餐店派人员前来了解 说明这批吐司16号才过期 其实是并没有到期的 但现在会请厂商全数回收不再贩售 民众傻眼吃了好几口 才发现吐司底部竟然发霉了 收据上一清二楚不是放了好几天 而是早上才刚买 民众气得拿着发霉的猪排蛋吐司 到店家反应 同时也向卫生局投诉 不过更让家长担心的是 家中小朋友也咬了好几口 才拿给爸爸吃 就怕孩子身体会产生不适 夸张的是小朋友吃到怎么办 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发霉 招投诉店家是连锁早餐店 得知吐司发霉后 也立即派员调查食材 表示这批吐司是13号才出厂 使用日期到16号并没有过期 但还是会请厂商回收不再贩售 以后应该是不敢再买了 尽管店家承诺会加强食品控管 但民众吃到发霉吐司 恐怕已经留下坏印象 不敢上门关顾了 记者陈金燕欢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霉